小货车经过圆环准备切除车道 一辆银色轿车却突然探头 猛力撞击后方车斗 小货车瞬间失控摔尾 向座侧翻 货斗里的物品全洒出来 摇晃了一阵子才停下 其他车辆看见惊险场景下的立刻减速 肇事驾驶自觉闯下大祸 立刻冲下车关心 这起意外上午九点 发生在金门上亿机场圆环 九五人员到场 尝试从另一边车门救出受困驾驶 但发现驾驶卡在车内动弹不得 转而使用破坏工具 把挡风玻璃切开 其他救护人员拿着担架 在一旁待命 算准角度固定驾驶颈部 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把驾驶从车舱里救了出来 以破坏器材破坏前挡风玻璃 顺利将人员救出 后续经救护人员评估患者 左手不擦伤 原先放在货斗内的木梯和行李箱 等工具全部翻倒在路面 肇事双方都没有酒驾 小货车驾驶颈部及左手受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金门圆环特别多 车流复杂 外车车道应该要力让内线车道 以免意外发生 记者李俊龙张志仁金门报导